毛孟靜議員 我是毛孟靜議員 這個譴責動議的和議人 我當然支持 剛才何君堯就說毛議員 這個動議是無謂 其實何君堯平時說的話 大部分都是很無謂的 我都不是幾想理的 說得出就說 但是 不是說無謂的事情 是沒有責任的 何君堯今次的言論 很清楚他是恐嚇 是煽動群眾 作出殺人的行為 有些人說他已經澄清了 又說他是抵禦 不是啊 他一時一樣的 有時又說搞港獨這些人 不殺他做什麼 是不是真的有港獨的意義者 就是要殺呢 有時又說他 第二個禮拜又說他道歉了 跟著第三個禮拜又說回頭的 又說沒有回鄉政那些已經是港獨 究竟哪句真哪句假呢 如果真的道歉了我請何君堯 一人間